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的惊悚恐怖电影 怪谈新耳带,绝教片,左,黑衣人 影片刚开始讲述的是女主是一个服务员 她的工作地点是咖啡厅 有一天下班回家之后她收到了一封信 信里面放了一张照片 她注意到那张照片里有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小女孩 女主很疑惑,应该不会那么陌生 但是为什么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她就找出通讯录来寻找 找了之后才知道原来那个小女孩是自己的小学同学 她叫小姓,她俩的关系应该非常不错 照片的后面写着两个字,救命 这一下子让女主比较害怕 到底发生了什么,女主也比较疑惑 所以就打算去调查一下 而且自己的脑海中时不时的出现一个黑衣男子 他到底是谁,小姓和他有什么关系 照片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在另一个同学的帮助下 她找到了小姓的家 她去拜访小姓的父母 去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女孩已经没了好多年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失踪了 她的父母也很伤心 这让女主也很伤心 还以为能找到一位知心好友 没想到好朋友,竟然没了 女主回去之后翻看了自己的画册 画面一转就到了女主小时候 都是女主在滑梯上 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公园的长凳上 小女孩哭得很伤心 女主就把画册送给了女孩 女孩也很高兴 两个人自然成了好姐妹 但是两个人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在同学们的挑唆下女主不和小姓玩了 而小姓还是很高兴能和女主交谈 说他俩准备去拍照片 然后坐上UFO去另一个星球 女主也没在意 因为当时已经不想和小姓玩了 看着女孩离开之后 她也准备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 女主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子 男子停留了几秒就消失了 画面一转到了现在 女主正在咖啡厅里工作 有一天她碰到三个人 三个人正在她的店里喝咖啡 他们正谈到黑衣人的故事 这一下子引起了女主的注意 女主人公连忙跑过去追 三个男子说 如果你偶尔看到黑衣人的话 就会被带走 而且被带走之前 这个人的家里会被黑衣人翻得很乱 以前有一个小男孩看到过UFO 也见到了黑衣男子 有一个报社想要把这个图片留下来 发表出去 小男孩当然也挺愿意的 但是从那之后 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小男孩 女主听了之后有一点害怕 当天晚上 他让一个男人送他回家 回到家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家被翻得很乱 这一下把女主吓坏了 女主就赶紧把那三个男人叫来 其中一个胖子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在女主和女孩的照片上竟然发现了一个UFO的影子 于是就打算去那座山上把这张照片送给黑衣男子 把照片送走之后 好像女主这边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状况 结果突然有一天三个男子在女主的店里喝咖啡的时候 桌子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一眨眼这三个男人就不见了 女主一下子吓坏了 自己如果也被这样带走 那怎么办 就在女主人公坐在凳子上准备休息的时候 发现照片里的女孩小杏出现了 此时的小杏已经长大了 女主感觉不对劲 小杏已经失踪了好长时间了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杏想要带女主走 但是女主没有离开 这还是幸亏真正的小杏提醒了他 从这次之后 女主也经常看到黑衣男子 可是他再也不害怕了 因为自己的好朋友在陪伴着他 自己也不再孤单 女主人公庆幸自己在小的时候 遇到这么一位朋友 那个时候自己帮助了哭泣的小杏 而现在的小杏也帮助了女主逃离了厄运 所以他的善良感动了这个女孩 女孩也愿意救他 而且小女孩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纯洁的 所以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好朋友 特别是好闺蜜 不要因为一点小利益或者小矛盾 就要死要活的 影片中的小杏没有因为女主在别人的挑唆下 不想和自己说话 而在关键时刻选择不去救他 但是这孩子很善良 没有计较 女主运气也不错 遇到这样一位好朋友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注意这个情况 我们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一个朋友 运气再好点遇到一个知己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常说出门靠朋友 所以朋友的作用是巨大的 他可以在我们伤心的时候安慰我们 可以在我们高兴的时候分享我们的喜悦 没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们 一个人只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 就离不开和人打交道 所以一定要交到自己的好朋友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